好美到了木棉花开的季节 大午车站前道路两旁的木棉树开花 却衍生出部落不少的问题 像是居民骑机车经过滑岛的意外 部落甚至为此来召开部落会议 要求铁路单位尽速解决 困扰居民多年的木棉树 而台铁局回应 将会跟大午相公所会刊之后再做决定 上次我是受害者 因为上一次我去摩托车 因跌倒而住院了差不多一两天 让我们造成生理的伤害 大午相和平部落居民讲述着 曾经在部落入口骑车 因为压到木棉花落叶 导致机车失控打滑而摔倒受伤住院 至今还余计有存 每到木棉花开花期间 部落居民行进火车站前就会心惊胆战 也忧心木棉花续影响身体健康 部落甚至特地召开部落会议 要求铁路单位能精速解决 困扰居民多年的木棉树 还给部落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 原则上会在今年会找相公所 大家再来谈分工 坎树的部分如果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动作 也就是说我们入局来做 那重新的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客户 所以我们当初也是希望就是说 如果要重新的诉众的部分 可以请那个相公所这边来 看看他们有没有怎样的一个其他的方式 可以来重新的诉众 大午火车站前的木棉树已经有20年以上树林 台铁局台东公务段表示 除了确定移除树木之外 针对木棉树是否移植或是有其他打算 3月中会请大午相公所共同会开后 再做最后决定 就讲解大午相报道